我們才不要被啃啦 不要被啃啦 我們已經很瘦了 不要再啃我們了 我沒有肉給你啃啦 所以呢 那麼我真的非常開心喔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可以持續十年 我覺得這整個事情讓我們知道說 有一個心願是很可貴的 你只要這個心願出來 然後你堅持 你就會吸引到跟你有共感的人 然後就可以完成一點什麼事情 今年我們選的是關愛之家 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派恩文去看的 我們那天回來 恩文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就說 他想去放那些小孩 因為很多是零歲 就是一歲以下的小孩 所以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這個蛋糕 可以因為是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社會的資源 可以支持他們 來做這些照顧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說 一個蛋糕是讓大家可以 這個 填在心裡 然後呢 願意更多的一個付出 所以今年非常非常的開心 由十八度C 還有阿光師傅 為我們做的這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 巧克力的布朗尼 人世間有很多的不如意 可是我們因為一點點的付出 可以讓這些不如意 變成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然後呢 努力的方向跟目標 非常非常的謝謝 那記得在暑假之前 美人姐也打電話來說 願不願意陪她一起做好事 我說當然願意 所以今天呢 在這邊能夠看到大家 然後能夠一起跟美人姐 然後新一姐 然後這個這個 團隊呢 一起做好事 讓我覺得很榮幸 這個蛋糕 我一到了台北上個禮拜 我家裡就有兩個 然後已經被我吃掉了 所以我今天還能夠站在這邊 我覺得是個奇蹟 所以這個蛋糕它非常好 它不只味道好 它吃了還不會泡 耶 吃了很多蛋糕 所以呢 這個要呼籲大家一起做愛心 對這個 每一個蛋糕 有好像一百塊 就可以去給關愛子家 覺得很感動 而且坦白講 除了感動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覺得說 怎麼做到的 而且是沒有間斷 我相信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而是整個團隊大家 非常的一個 共心共感 共心協力 都有這個意願 嗯 人都有軟弱的時候 可是因為是一個團隊 彼此在軟弱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都有 有 有 互相支持 所以呢 才會做 做到第十年 對 因為今年是 捐給關愛子家 你知道 Melody大師 我演藝圈裡面 淚點算低的 所以 哈哈 我原來是淚點 對 因為 她對小孩就是很有 對 是媽媽嘛 對 所以她對小孩是非常柔軟 會有共感 對 是 我真的 我 美人姐也跟我講說 今年是第十年 而且我一直自己也很喜歡做愛心 然後有機會這次參與這個實時做好事 然後正好又是捐給關愛子家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意義非凡 一定要參加 所以呢 這個提早從美國飛回來也要到現場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公益活動可以做十年就是因為它很方便 它可以順手做 它也可以隨時做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 你一年吃一個蛋糕 不為過 不為過 對 可是你一年就有做一個這樣子的好的 是你主動要去做一個關懷的事情 那個是很有正面的 我們講說其實人都有負面情緒 對 負面情緒來的時候你怎麼辦 它有一個樞紐立刻負轉正 立刻 那個樞紐叫做利他 對 當你負面情緒來的時候呢 你不要Stuck在裡面 卡在裡面 你立刻想 那我可以做一點什麼利他的事情 很奇怪 當你這個念頭一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負面情緒 立刻轉成正面能量 是 很有效 非常有效 所以如果各位最近有負面能量 你趕快訂蛋糕 立刻負轉正 怎麼安排喔 我們已經要去打工了 我們已經告二了 對對都去打工了 搞什麼工啊 對啊 餐廳啊 實習那種 這個年齡應該可以打工 對啊 它可以有一個 申請一個短暫的一個實習 對 那你會去吃嗎 我不會去吃啊 哈哈 我根本不會告訴人家他媽媽是誰啊 你就自己去做吧 對啊 然後每天 那個 那個 禮拜天回來加班到一個整個 油油膩膩的 對啊 對 你們的生意非常好 對 他說禮拜天都是報單 你打工很好 對啊 但是那個 那個 不在於薪水 而是他去體驗一下這個過程 我覺得也很好啊 因為最近日本有個調查 是 一百名高中生啊 在未來的這個 二十年之內 有百分之十六會成為啃老族 所以 我們才不要被啃啦 我們不要被啃 對 我們已經很瘦了 不要再啃我們了 我沒有肉給你啃 所以呢 高中一定要趕快 女人真辛苦 女人真辛苦 不要再 不要再把小孩保護得那麼好 OK 對 真的 好可怕 你那麼辛苦的養他們長大 還要啃你 對呀 我們要做愛情 我們不要被啃 文正你要注意呢 你太疼小孩 你不要被啃 你不要被啃 你會不會疼女兒 你沒有一定要加快 我真的有這麼多 對呀 公主啊公主啊 公主啊公主啊 公主的寄生 公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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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